本节目由淘宝店铺 韭菜实验室名时 自己赞助 自己播出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韭菜实验室 我是杨阳 iPhone 12已经发布一个多月了 大家都买了吗 手持12观看的呢 请扣1 打算买 但是还没有买的 请扣2 没买 但是天天看12开箱视频的云玩家 请扣环保 好了 言归正众啊 我们这次只花3000块 就买了一台iPhone 12 真的不是我自己想买哈 而是这个价格 真的太香了 而且商家还宣传 买家伙就是足身的 那占便宜嘛 早买早想是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这台3000块的iPhone 12 到底靠不靠谱 是不是真的简弄呢 哇 这个蓝色不错啊 手感很好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双色 还有这个边框 也没有网上说这么个手 果然啊 还是要自己用的才知道 但是这个重量 感觉没有说这么轻便 管它的 开机来看一下算了 哇 真的是苹果吗 不是什么三杂安卓 可以啊 这真的剪到乐了 赚到了 经过我们一个简短的使用体验 发现各种应用都能正常打开 一直使用 面容ID也能正常录入解锁 还有它的音质表现 拍照体验 都没有太大的异常 夜景时拍的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就持得惯了呀 我们还没跑分 我们跑个分看一下 这不对吧 其实是就这 发热酱品也不至于这么拉胯吧 这不对劲啊 但是说不上也哪里不对劲 毕竟我连十二都没摸过 要不然 嗯 我们官网下单不分期 六二九九买的iPhone 12已经到了 请大家把大器打在公屏上 给我们掌掌排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它和这台三千块的iPhone 12 有什么区别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两台机子的外观 两台手机拉在一起 大家就能明显看到 官网版iPhone 12的后盖 是一个切割完整的平面 而这台三千块的机子 后盖并不是平面 而12.5D玻璃 并且摄像头部分还特别各手 厚度方面呢 也和官网版iPhone 12一些区别 在重量上 两者甚至相差了32克左右 原来真的不受了错觉 正面边框也明显大了一圈 一眼就能看出来 非常明显 查询之后 我们发现 这竟然是一台iPhone XR 一台XR 怎么就变成12楼呢 我们决定 派人前往它的发货地 深圳 去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 目前 华强北有提供完整的改机服务 每家店铺分别负责一个环节 卖壳 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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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数据 改双 说费总一百七十到三百牛�� 不等 甚至 还有直接卖整机的 成本价2700 他卖我3000 还不止这些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华强北完成的技术升级 已经能做到和iPhone12的外观一模一样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奸商 真的拿这种高仿机子 以12的名义售卖 你看我就被骗了 不仅是我 我们还在各种渠道收集到了 关于这种骗局的受骗信息 甚至还出现 细思极恐啊 这让我想到几年前 很多人买了个S11代 爱不释手 结果发现居然是VS改的 看来又有很多人要被骗了 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了吗 那倒未必 最稳妥的方式就是 查GSX 一定要查GSX 这是我们韭菜实验室采坑这么多次 总结出来最稳妥的方式了 这种机子的外观 可以是12的样子 手机数据 也可以显示iPhone12 但是 它的训练号 一定是原来的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改训练号 就要更换 WiFi 蓝牙模块 增加成本不缩 还有一定失败的几率 所以商家不可能为了骗你购买这台机子 就大费纠张 改这改辣 那这种改装机 你还会不会去买呢 请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其实我们都能理解 这种把旧机型通过一些特殊手段 伪装成新枝的方式 毕竟人嘛 喜欢追星 也都有虚荣心 这都很正常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 以这种方式 坑蒙拐骗的不法商家 好了 很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看在我们这期 既远赴深圳取材 又花费了这么高预算的情况下 多多给我们点赞 评论关注吧 不想当韭菜 踩坑我们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